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允許駐軍 中共向老毛子賣國 無人機 執攻莫斯科 普京說話了 普京一旦垮臺 習近平同樣難保大位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1號 星期三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允許駐軍 中共向老毛子賣國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2月28日 中共新華社發表通訊 全國人大代表高中強聚焦打贏信息化戰爭 深入推進軍隊網信體系建設 據報導 高中強所在的部隊 前身是中共第一支空中作戰力量 曾被授予中共空軍第一師的所謂榮譽番號 還說 這支部隊在抗美援朝作戰和國土防空作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等等 根據公開資料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 決定在南京大校廠機場組建空軍敵四混乘旅 1950年 中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致電空軍第二航校政委李世安 決定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隊 由李世安出任政治委員 方強出任旅長 據稱 該旅組建的目的是為了應付中華民國空軍對上海等大城市和華東沿海地區的轟炸 並為所謂的解放臺灣做準備 因此中共以空醫師的高中強作為典型 而它身上的兩大標籤分別是反美 武統臺灣 在此時具有深意 不過 中共空軍的建立 卻與一份賣國條約有關 1950年2月 中共同蘇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議 該特別協議本屬秘密協定 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 之所以說這是一份賣國條約 在軍事上 特別協定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兵中國境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先行劃交東北華北海空基地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做軍事上支部署 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國際紅軍 由紅軍最高統帥直接指揮 可謂完全操縱了中共國的軍事 另外 特別協定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將華北各口岸開放與蘇聯永久駐兵 並自由出入 其中包括秦皇島 海州 煙台 威海衛 青島 大連 而且 特別協定中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依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1億 絕不能支持 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制 在政治上 協定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公營事業 應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專門人員為顧問 完全操控中共國的內政 實質上把中國當作了他們的佔領區 在中共特別協定簽訂4個月之後 在蘇聯的扶植下 中共空衣師成立 開始名字叫做空軍敵四混成旅 1950年10月31日改稱空軍敵四師 1956年3月30日朝鮮戰爭結束後改為空衣師 無人機只供莫斯科 普京說話了 俄羅斯昨天28日稱 擊落多架烏克蘭無人機 其中一架就墜毀在首都莫斯科外100公里處 除此之外 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突然關閉部分空域 多家電視臺更被駭客入侵 突然播放飛彈攻擊警報 一連串國安事件後 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加強邊界維安 更坦承俄烏戰爭導致部隊損失 綜合美聯社半導電視臺及CNN的報導 聖彼得堡官方昨天突然關閉當地普爾可夫機場 方圓200公里內的空域 暫停航班起降 有報導指上空出現不明物體 俄國戰機升空調查 俄羅斯國防部後續稱 軍方當時在進行戰機攔截空中演習 不過當天下午 俄國官方又宣布 一架無人機墜毀在距離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古巴斯托沃村 莫斯科州長弗洛比約夫表示 無人機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但原本可能鎖定一處民用基礎設施 它並未說明是何種基礎設施 不過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一座天然氣配器站就在附近 照片顯示 墜毀的是一架小型烏克蘭製無人機 飛行航程達800公里 但無法攜帶大量爆料物 俄羅斯西部與烏克蘭接壤的布洋斯克州州長伯格馬茲也表示 俄軍當天稍早擊落兩架飛越當地上空的烏克蘭無人機 除此之外 27日晚間也有三架無人機闖入於烏東接壤的貝爾哥羅德州 其中一架甚至飛進公寓窗戶 這些無人機造成當地建築車輛輕微損毀 目前 烏克蘭並未承認是這些無人機事件的幕後主謀 針對一連串無人機 駭客入侵等維安事件 普京昨天在聯邦安全局會議上致辭時 並未明確提及這些攻擊事件 不過 下令加強邊境維安 以及對抗西方及烏克蘭進行的間諜破壞行動 針對俄烏戰爭屆滿一週年 普京坦誠軍隊有損失 要求聯邦安全局高層盡全力協助陣亡士兵家屬 普京一旦垮臺 習近平同樣難保大位 美國和歐洲最不願意看到的 就是習近平選擇支持普京繼續打消耗戰 以分化歐洲和美國的名義 逼烏克蘭不得不放棄部分領土 從而讓普京可以保住一點面子 停止俄國發動的這場可恥的不義之戰 就亞洲電臺發表《梁京》的評論文章說 這很可能是習近平的首選 儘管他很可能不去莫斯科見普京 但他會加大對普京的支持力度 從而給烏克蘭帶來更多的傷害 習近平為自己辯護的一個可能邏輯就是 我支持普京打下去 可以避免普京苟急跳牆 使用核武器 而核戰一旦爆發 只有輸家沒有贏家 那麼美國和西方會接受習近平的這個邏輯嗎? 我認為不會 因為接受了這個邏輯 其實是助長習近平未來搞核俄戰 那麼美國和歐洲就不怕普京真的動用核武器嗎? 我相信美國有能力判斷 普京現在還不會做這樣極端的選擇 還能支撐一段時間 加上習近平的外援 普京還能再拖一段時間 問題是 這個僵局能拖很長時間嗎? 我相信各方都看到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 攤牌到來的時刻不會很遠 因此各方其實對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 因此未來幾個月 形勢的發展將非常關鍵 任何一方的誤判都可能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 習近平會不會伸出援手去救普京? 我的判斷是 如果普京垮臺了 習近平相信自己也將難保大衛 問題是 習近平會舍命救普京嗎? 我的判斷是 他還沒有下決心 不僅是因為他可能遭到美國的強力反制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今年中國經濟的風險非常之大 也就是說 如果中國經濟發生崩盤 習近平全力救普京等於自取滅亡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